相信啊陪大家度过了这几天的GRE备考的旅程 大家能对GRE它的题目的特点 它考察的侧重 包括它的难度有了一个大概其的认识 在这里呢我还想再唠叨几句 就是说大家的备考的心态 其实这两句话我自己在备考的时候啊 我特别推崇了两句话啊 第一句话叫对自己狠一点 很多同学就是对自己不狠啊 比如单词 我让他比如说要一秒钟之内反映出意思 要达到90%以上的正确率 他就非说不用电话卡盖着 80%认识 结果一上考场考了一个140多分 非常的失落 觉得自己复习他特别好 这就是对自己不狠的结果 比如说有的同学呢 我让他刷 刷够三遍 他跟我argue说 刷三遍没用 最后也考了一个140多分 也很失落 还有的同学呢 这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我让他每天固定做多少阅读 多少填空 他非告诉说 我停两天也没什么事啊 这样的话你日积月累 同样复习三个月 有的同学可能三个月呢 就实现了质的飞跃 飞跃到160以上了 他还停留在140多分 还有一句话我也非常喜欢 就是说没有考过GRE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人生 我认识很多同学呢 他本来想去美国留学 但是后来啊 他因为种种原因 比如改到了其他国家和地区 其中一个理由啊 你至于说 比如说你的时间问题啊 你的经济的这个条件 我还都是很理解的 比如说美国呢 硕士奖学金不好拿 比如说像香港一些项目 他奖学金比较多 这些都是我可以理解的原因 但是有一个原因我不能理解的 就是说美国要GRE 很多国家地区不要GRE 其实咱们说起实话啊 你如果连GRE你都不敢考 你说你出国 那面临的困难比GRE 备考那可难多了 你像我在歌大啊 如果以后有机会 跟大家交流 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可以更加 更加清晰 就是更加详尽的给大家讲 就是我在歌大学习的 这个过程当中 面对的困难 是远比你GRE的备考要难的多的多的 你在国外留学 你所吃的苦 是远远要多于你GRE的备考的 如果你连GRE备考 你都觉得这个坎卖不过去 觉得太难 我觉得你出国留学的准备还是没有做好 GRE备考是你出国留学准备的第一关 也只是一关 你在GRE考完高分以后 你面对的申请 那么你的突发事件 你要整理的材料 你要做的事情 那多的多的多的 多很多呀 所以GRE备考算什么呀 还有一句话呢 一定要把自己啊 看成是一个标准差之内 这个话可能对于很多学语言文学 新闻传播这类专业的同学来说 这个概念非常的陌生 当然我之后我会讲什么是一个标准差 咱们先看啊 这个其实我觉得对大家非常有价值 就是说不要被这种帖子所误导 我还真去看过一些这种帖子 我觉得这种帖子呀 可以粗分为两类 第一类就是说纯钓鱼帖 就是纯的这种虚构的帖子 比如说一些无良的培训机构 无良的中介 他为了做广告 他编了一些 像一个月呀 一站160多 还有一类就是说 这个人他本身的英语基础非常好 像我刚才说的 人家坚持阅读了三四年的纽约时报 坚持阅读了三四年的 Financial Times呀 Science呀 这些科学 这些主流的杂志报纸 人家再去备考这个阅读 备考GRE的Verbal 当然就比你们 比大多数人有优势很多 因为起点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真就把咱们啊 这个长男剧的一些阅读的方法 试着讲给一个真正真实的一个 一站160多分的考生啊 一站161的一个考生 虽然说没我高 但是我承认他的基础 绝对是高我一大截的啊 我备考实际上是很艰辛的 他比如说 我跟他说 我说长男剧啊 同学们备考要从长男剧开始 就是我在备课的时候呢 我也要听取各方的意见嘛 我也做了一些这种调研啊 调查 我把咱们长男剧的备考方法 拿给这个160多的考生看 他就说长男剧没有必要 理由就是说 你在考场上读阅读文章的时候 你有时间去像我这样 刚才带着同学们找主干啊 分析这个主语是什么 卫语是什么 宾语是什么 啊你有那时间吗 因为他的语感非常好 他基础非常好 所以说他在读长男剧的时候 基本上就当一个短剧来读了 但是对于大部分同学来说 你没有一个长男剧的训练的过程 你没有这种像你游泳似的 这种分解式的训练 我直接让你去读一个很长的句子 你基本上是属于抓狂的状态的 基本属于疯狂的状态的 包括你像说 我跟这位考生说 我说啊 我的三空题180题啊 我做了三遍啊 他很诧异说 三遍有用吗 我一遍都没做 我也没有比你低多少啊 其实这种人说话呢 可能大家会比较生气 但是其实我觉得他们说这个话呢 顶多是战士说话不要疼啊 因为他可能他的长处是在英语 但是大部分同学包括我啊 我的长处也不是在英语 但是为了我的目标 为了我的学术梦想啊 为了我今后职业生涯 人生规划 我就必须要啊 把这一关功课 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 所以说在备考的时候啊 大家一定不能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标准差之外啊 像我刚才说的这个一战160多这个考生 生活当中真实的例子啊 不能把他想象成这种人 一定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标准差之内 把想象成我这样的人 我觉得我的备考的经历和方法 还是非常适合大部分同学的 一个情况的啊 所以说你还是要听老师的话啊 老师不会害你的 老师说的都是大部分同学适用的方法 什么叫一个标准差呢 大家看一下啊 其实我这里顺便也给大家普及了一个GRE数学的考点 这是GRE改革以后啊 数学部分新加的一个知识点 在老G当中是没有的 新G呢 加了这部分知识点 正态分布 严格意义上来说呢 是大学高等数学概率论部分所要讲的技术知识 当然了GRE它的数学考试由于是general test 它不考专业知识 所以它仅仅考察你是否了解GRE 了解正态分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知识点啊 不会像你们高数那样给你出一道什么计算题啊 十分你去算吧 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什么叫一个标准差 就是均值比均值多或少一个标准差 我们叫一个标准差之内 是在这个图当中的蓝色的部分啊 基本上是涵盖了百分之六十八的样本啊 所以说你换言之一个标准差之内就说你要把自己当成是百分之六十八的情况 而是不要把你当成是百分之三十二的情况啊 所以说我们大家都是百分之六十八 我们不是百分之三十二 此外啊 我在GRE备考的时候呢 我的很多朋友啊 同学啊 他们呢都表示过一种不解或者是不屑 最常见的一种问法就是说 你说你GRE老说单词啊 你备了把那个书翻烂了 把三千翻烂了 你翻来翻去 你跟我们什么考研单词啊 六级这个单词有区别吗 啊怎么你脑子这么笨呢 背不下来啊 为了解答我这个疑问呢 我还真是测试了一下啊 我把咱们这个三千这本书拿给了一个六级水平的考生来测试 我说你看看你认识几个 他看了两页就合上了 基本上是十个有八个不认识啊 所以说你在背单词 听完我讲这个课啊 你再去背单词来说的话 你遇到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 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因此啊最后我想送给大家的一句话就是说 不管你准备成什么样 千万不要还考啊 比如说我本来预定的是八月底考 我觉得准备不充分 我还考到九月几号啊 九月九月底啊 或者是更更晚 千万不要还考 只要敢于踏上GRE考场 你就是最棒的 你就是最成功的 我刚才在上文当中也指出啊 GRE改革以后啊 类比反应题取消了 等于是说没有一道题是命题人白送给你的 就现在在镜头前的大部分考试的情况来说 我即使把一套啊 实际考试当中出现的 Easy模式的这个题目我拿给你做 你肯定也会当成hard的模式来做 你也会觉得高不可搬 你也会觉得非常的难 所以说呀 大家一定要学会屡败屡战 真正能够打垮你的呀 只有你自己没有别人 你像我呢 当时十月份考完了以后 等我写奏的成绩出来以后 我把我的成绩单拿给了我一些 比如说教给我的老师啊 我原来同学啊 好朋友看 很多不了解情况的人好像觉得 哦还行吧 就是在他们的观念当中 不明白我这个分数 我这个情况 我自己是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啊付出了多少艰辛 我才积累到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高度 啊才能有资格 在镜头前给大家介绍 啊我GRE备考的一些心得啊 包括按照我归纳的一些规律 来给大家讲解 OG上的经典的题目 啊他们无法理解啊 不理解就不理解吧 因为我选择了考GRE 那么我就注定了我要走和他们不一样的人生道路 因此呢 不管大家以后啊 GRE考的怎么样 你不管你以后能不能够出国 你备考GRE的这段经历 都是你人生的一笔宝贵的财富 最后呢 祝大家呢 人生道路能够走得更加顺利 能够更加的丰富多彩啊 谢谢大家 MING PAO CANADA